看看这每一桌油炸是不是贼啦快乐 弹性极甲 到了一个地方除了吃正餐 当然还是要吃小吃呀 哦 这个包子很眼熟吗 晚上来卖完了 上次我们是白天吃的 吃这个 哇 放眼帮去都是炸货 看起来就很好吃 买个特朗 这种油炸的东西最好吃 谢谢 哇 哇 哎 谢谢 好嘞 谢谢 好嘞 就这么突然一下子 我这一桌就白满了 哇 看看这么一桌油炸是不是贼啦快乐 炸土豆片 哈哈 就是很纯正的薯片 没有人可以拒绝炸土豆的诱惑 这是糖醋土豆婆陀 它也配了这个面面 嗯 这醋的真爽 它这个是 土豆婆陀 炸的特别面 不是那种锅巴土豆是脆的 它就是面 就是鸵 炸切合 很黄 感觉是用这边的菜本油炸完了就会黄 不是鸡盒 不是鸡盒 就是鸡盒 就是鸡盒 然后裹了一层腹 嗯 不是鸡盒 炸千渣那个臭的 噢 其实这个东西很好吃 噢 我这它为啥叫千渣呢 就你看它哼界面 能看出它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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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吗 它炸弯不是酥的 烂丝 外都是酥的 中间是凹的那种软的 这个臭我可以吃 等下吃豆腐 是中间加的葱 和辣椒面 这个就没那么臭 微微的臭吧 主要是那个葱香跟辣椒面的味道 还有这两根 啊这个是 凉粉 炸凉粉 嗯 黄色的凉粉 它米糕啊 超好吃 超级 软的 大香蕉 它这个是切成片之后炸的 嗯 嗯 它这个是切成片之后炸的 褂很薄 所以不会有太多其他的味道 就是香蕉 这还没吃 炸鸡 也有这个粉 它这个就是炸的很干 一口脆 炸土豆的声真的太好听了 我每次吃就是炸土豆 然后炸那些脆脆的东西 我自己剪片子听的时候都不开心 炸鞋子就比较一般了 就是炸素串 当然它壳不够脆 它这个冰粉 还真是手搓的 有气泡的那种冰粉 很滑 很神奇你看它中间 都是长的那个毛毛 它喜欢这个臭冰快乐的 喝到上面有点甜 但是冰粉的质感还是很不错 我吃着突然想起安顺的炸香蕉了 明年夏天带你去贵州避暑 也透过来说呢 突然去贵州 他一定要去坛子看看 这个粉我一直把它遗忘在那里 这不是我吃臭豆腐那家 一样的粉 然后也搭配了那个料 哦 好软 就是很软糯的那种粉 应该是红薯粉吧 我觉得四川那边吃红薯粉比较多 看得像极简 这边的粉 我们继续喜欢 最后一边吃红薯粉 那天带我一点 有时间 现在回来 用刀判斥 吃完了 能同时吃到这么多的炸小吃 真的是太快乐了 这个店呢 我觉得整体就是 可以炸很多 然后基本上你们喜欢吃的炸的 应该我觉得是还挺全的吧 然后味道嘛 就还可以 然后单价不贵 然后路过解馋 我觉得没什么毛病 而且我今天大概看了一下 小姑娘比较多 小姑娘什么时候都喜欢吃这些好吃的 多少钱 我先看一看 我先看一看 你看你多能吃 1 2 3 1 2 3 4 4 6 4 8块 7 4 7 4 8 4 好的 一共是 89元 8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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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7 10 10